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05日 纽伦堡硬传凯沙罗顿 周三凌晨 德国杯第三圈开打 其中凯沙罗顿将面对纽伦堡的挑战 本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方整体近况均非常糟糕 而且他们各自在联赛中排名也非常接近 两队此番交锋法定时间内握手言和机会大 凯沙罗顿前季赢得升班资格后 上季他们在德宜表现还算理想 排名中游并且顺利留在德宜 经济凯沙罗顿在联赛中发挥忽高忽低 第三轮开始打出连续七轮不败战机后 最近六轮又输了五场之多 如今他们毫无竞争力可言 这个转折在于 头号攻击手拉格拿爱智的受伤 此次此前已经取得了六个得已入球 但受伤后球队战机一落千丈 凯沙罗顿近期防守端漏洞百出 多次被对手攻入至少三球 此番来到悲赛 联赛压力不小的他们实在无法制造多大威胁 即使面对上次较量不敌几对的纽伦堡 凯沙罗顿能够在法定时间守住和局已算完成任务 与凯沙罗顿一样 纽伦堡也是得以球队 他们德国背首圈九比以大胜奥伯尼兰特 此后与罗斯托克在法定时间战成2比2 最终加时胜出晋级 纽伦堡在联赛中教上既有一定提升 上级他们惊险户籍 经济球队则保持在中下游位置 只要不出现崩盘 户籍还是有很大希望 纽伦堡目前对内投号攻击守乃系乌星 这位土耳其小将如今贡献了6个联赛入球 是球队前场威胁所在 不过在杯赛的较量中 球队经验还是发挥更大的作用 尤其是纽伦堡经济曾在联赛中做客不敌凯沙罗顿 金铺杯赛相遇 纽伦堡期待为对手制造一定麻烦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